大头哥 我们自己偷偷打刀 先生晓得了 会不会不高兴啊 没几天就是祭刀劫了 祭刀劫上 连把刀都没有 那还像个男人呀 可万一先生他 他又不懂刀 就是 先生除了晓得刀子怎么写 和刀粘在上鞭子似 还有哪样他摸的疯道 看看看看 这刀匪崽子 也想拜石穴蓬弓刀 这不是做晴天白日梦吗 那是 有些人是比我们兄弟厉害 谁赢了 马上就去拍谁的马屁 小崽子 你他娘骂谁呢 谁拍马屁谁知道啊 围起来 有种来啊 快快快快 围起来围起来围起来 围起来围起来 怎么 身上有口破刀 不敢往外拔呀 别装成缩头乌龟呀 早非咱俩都乌龟咯 这儿 站住 想走 可以呀 把刀留下 你莫欺人太甚 老子就是欺负你了 拿口破刀 还想装成男人汉子 把刀下了 刀匪崽子 来 看看 看看 我们大湘西南人里 出角色了 让人下了刀 连声都不敢坑 好威武 好硬杖 挂口破刀 就想冲男人汉子 你们也配 好好好 大队 大队还有 大队 让你们滚呐 看什么看滚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滚 我还以为她沈佳琪有多了不起 原来是农包师傅 教一群农包徒弟 你怎么 还想找打啊 我是逮不赢你们 可你不该侮辱沈先生 大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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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屁够了没有 打不过人家就打不过人家 你劈几个碗就打得过了 等我把碗劈成两半 打它们根本就不是问题 此碗此碗天生异岁 世上有哪个劈得开此碗的刀 有 彭宫当年就能用刀把此碗劈成两半 大湘西几百年的规矩 谁能把此碗劈成两半 那才是最厉害的刀客 那都是传说 传说还不是越传越神 你们也当真 他们讲的没错 阿爹 先生好 刀劈此碗不是传说 阿爹 这世上真有那么锋利的刀 此碗既坚易脆 即便是天下最锋利的刀 也很难将此碗劈成两半 然而劈开此碗的 一定是刀客的心 真正的刀客 心砖则易砖 易砖则利砖 以全心之意立于一处 全身之力急于一点 心无旁骛 则刀下无所不摧 玉砖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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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想学刀是吧 是 想学我可以教 不过我有个条件 不管是什么条件 一百个我们都答应 你们起来吧 都过来看 天地正气 习武练刀 心中有刚勇之气 我不怀疑你们的勇气 但刀客之勇 不是用来耗勇斗魂 不是为了义己强横 而是为了信义公礼 天地正气 今后啊 当你们拔出自己刀时 能够问自己一句 为什么要出刀 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 是为了私医 还是为了公义 你们的刀 出得要堂堂正正 对得起 天地正气 这四个字 能做到吗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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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